和黄医药公布2020年全年业绩及业务进展 早前有市场消息称 公司可能回香港上市 公司管理层回应说 目前暂时没有香港IPO计划及时间表 会继续关注市场机会 和黄医药是一家处于商业化阶段的 创新型生物医药公司 拥有1200人的高度整合的研发及商业化平台 在过去20年间致力于发现和全球开发 治疗癌症和免疫性疾病的 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 公司2020年收入为2.27亿元 全年净亏损为1.25亿元 2021年肿瘤医药及免疫业务综合收入预计 在1.1至1.3亿元之间 去年实际收入约为3020万元 公司去年研发费用是1.7亿元 由于在国内外开展很多临床项目 预计今年会提升到3亿元 公司在中国本土市场拥有广泛的商业网络 共有9个抗癌类候选药物正在全球开发中 其中有6种药物在全球进行临床试验 计划今年启动8至10项注册性实验 公司首席财务官郑泽峰说 公司现有产品都在苏州生产 去年公司新建的上海工厂将用于支持 2025年后生产需求 未来5年将在上海工厂投入1.3亿元 公司义和创想生物合作 共同推进候选药物进入临床新药的申请阶段